美国减息期越来越近 不过联储局未开始行动 香港各大小银行已率先下调定期存款年利率 而现有资金去做三个月定存 连四厘都失手 幸好观众们最爱的六厘优惠仍然存在 新进来的观众记住听听自己是否合乎资格去开立 大家都知道三个月的港元定存优惠大多数都是新客专属 而部分银行以现有资金做六个月存期的 息口其实都不错 所以今个8月的高息港元定存懒人包 还会介绍多一些六个月的高息计划 看之前记住放下你的赞好 未订阅的朋友就记住按订阅 支持我们继续更新 四大行的息率方面 汇丰银行又再带头减息 却月理财专上全新客户三个月定期息口 由上个月的4.3厘减至4.1厘 汇丰却月理财户口亦减至4厘 有关优惠仍需要透过分行或电话理财开立 至于原有各类型客户 网上开立三个月定存保持在3.6厘至3.3厘 而却月理财专上和却月理财做六个月定期的息率是3.5厘 其他客户是3.2厘 一向优惠不算吸引的中银香港今个月息口未有变化 私人财富和中银利财客户三个月和半年息口 仍分别维持在3.5厘和3.4厘 与中银息口看齊的有渣打银行 佳因渣打一口气将三个月和半年全期的网上牌价 一起下调了0.1厘至3.5厘和3.4厘 12个月息率3.3厘未有改动 恒生银行特选客户优惠延续至月底 收到推广信息的客户三个月定期可享到4厘年利率 不过其他客户三个月年利率也下调至3.5厘 目前已与六个月息口无差别 上述四家银行所提及的优惠门槛不变 只是限网上理财开立和需要存入1万港月的新资金以上 银行偏心起高端理财新客户或大压客户的趋势 也越来越明显 想取得4厘息以上的门槛也不低 例如7月懒人包介绍的花旗银行的私人客户业务 或CityGo户口新客优惠 达到有关条件后 三个月年利率最高达到4.5厘 想知如何取得这个优惠 便可重溫7月的定期存款懒人包 另外开立门槛需要100万港元的6.08厘 健康亚洲贵宾理财新客优惠 虽然仍然延续 但由于只有首10%的新资金有6.08厘 其余按牌价浮动的90%新资金年利率 最新牌价已减至3.75厘 意味着它的平均息率 其实已减至大约3.98厘 以100万元本金为例 三个月合共赚大约9950元 另一个三个月全期六厘支选 工人亚洲提供的新客优惠不变 但要留意设有本金上限10万元 大户可考虑工人亚洲另外设的 4.38厘新客优惠 本金上限达到80万 暂时可维持高息 上述所提及的计划 除了恒生特选客户优惠之外 通通仅限于新客户 而不限新舊资金 比较高息的选择 今个月有富邦银行 虽然它三个月息率下调到3.8厘 但最短全期一个月的年利率仍然有4厘 一般现有资金亦可开纳 50万港元起存 一个月可以速赚大约1600元利息 另外推移银行PAO Bank的3.9厘亦值得考虑 胜在起存额低至100港元 不少人都怕今个月的定期到期之后 息率已经走光了 事实上大家都看到 6个月全期和3个月全期的息口 现在已经颇为相近 其中有不少银行在6个月全期 都有提供超过3.6厘的优惠 包括升展银行的新资金优惠 6个月息口跑赢其他较短的全期 透过抹帐银行以5万港元以上新资金开纳 就可以享有3.75厘 而且并没有限制是新客才可以做 以现有资金开纳6个月定期 亦都享有3.7厘 不失为一个低门蓝的好选择 刚提及过的虚拟银行PAO Bank 亦都享有3.7厘 以新旧资金开纳均可 另外成为东亚银行全新显策私人理财客户 以200万的新资金开纳6个月定期年利率 亦都达到3.75厘 总括8月的港元高息定期优惠 整体银行继续下调短期息口 当中以新客和大户占优 3个月全期方面 6.08厘的建行亚洲优惠平均利率 实际已下降到4厘左右 如果有兑换外币需要的话 可以考虑创兴银行3个月定期计划 开纳详情可以看5月冷人包 比较同样以吸纳高端客户为目标的 汇丰和花旗 花旗4.5厘的计划就吸引得多了 中小型银行当中 大多数银行息率已跌穿4厘 所以可考虑逼近4厘的虚言银行 至于半年全期方面 有足够资金的朋友 可考虑东亚银行的3.75厘优惠 无论新购资金的话 升展银行的息率也不错 而且门楼也不高 到底现在开始要选择 几场全期的计划呢? 今集我请了定存KOL 唐牛和大家指点迷津 他还会教大家 如何拿到比其他人更高息的方法 现在减息周期越来越近 究竟做短点的定存 例如3个月 还是做一些中长期的定存的计划 例如去到6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我想两个层面去看 首先看你的资金需求 如果你说我够钱的 是随时都需要用的 或者我需要一些弹性大些 那当然做短点 你说3个月有些1个月 我想弹性就会大些 你说那块钱没什么所谓的 放久一点都可以的 那你就要选择半年一年 这个就用一个年期去做一个比较 实际上 简单一点 哪个高息会做哪个 对我来说 如果你说很长年期 一年期是很低的 通常银行 它都是想套住 它自己的资金的成本 所以选择一些 叫做3个月或6个月 你说不是差很远的 如果你说资金需求 不是很多弹性的 就是做半年 如果你说 我想弹性大些 就是3个月 因为现在可能8月 做3个月的全期 就一早已经是 11月完 9月很有可能 是减第一次息 那不会担心 之后的息口 会断崖息 这样下跌呢 我不觉得会 OK 但是 它会减 但是可能慢慢地减 就是银行 好过是会做生意的 明明价值还在持有很高的时候 那些银行已经说 那些银行已经说 未来会减少 我们也不会怎么加 他们就很懂 因为他们也是赚息差 而已 他特意按住 那些低低的定存息 拿你的资金去做其他 他就赚到息差 最重要的是 你预计了高息年代 没有了 如果你说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想银行那些钱 在持有四厘楼上的话 如果你看到一些长年期 一些的 甚至九个月一年 都有四厘楼上的 而你预计 减息丘业来的时候 那你就会做长一点 这个就是要加一点 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 那其实呢 有没有说要分多少份去做呢 如果你说一百万 然后打算做到有息收 就难一点了 你想一百万 你除了十二 你想每个月都有息收的话 其实只有十万都不够 你变成了十万都不够的时候 银行给的息的预计一定是低的 这个要留意 所以 如果你说要做到有息收的 那你起码资金的金额税 必须要够大 你说除了定存之外 如果你说收息的产品都多了不少 比如你说 甚至你说活期都可以的 你看到有些银行 有些什么马拉雲蟲 那些的saving plan 其实它就不是失去你的资金 不用你放三个月 它每个月都有个TS 不同的一个息率 但是 如果你放了整个周期的话 其实都有机会 拉到云四厘的 我觉得这些的 plan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始终做这个 做什么都好 分散风险 我自己也有十几家银行的户口 不停的钱射来射去 令到风险分散的时候 你又会安心一点 我觉得 你说究竟是怎样的 五分二摆定期 五分三摆活期 我觉得这个是 视乎个息率 我想都是 如果银行高息 就能多些少 那我见到你有在不同的专颜 或者是你在其他的节目 都有说过 其实可以直接去向银行分行 去拿一些高息少少的优惠 但是这个呢 会不会是 其实都算是大户的专利呢 有没有说其实要做到多少的存额呢 才可以有这个高息少少的优惠呢 通常银行就会用一百万做这个 来做一个 benchmark 我想这个是 你可以硬着头皮去拗它的一个界线 我想有时候 又未必是的 有时候你说想拗多些的话 有时候是新资金都有用的 就是你说 我可能我逐期 好啊 息率很低啊 基率很高啊 不是啊 不如我放多些少钱 如果on top 再加少少钱下去 息口会不会好些啊 其实是有机会做到的 所以大家是要努力一点 因为有时候 我经常都说的 你对着电脑手机APP 它是死的 它一定是给你个数 你不会说两句 它会变的 但如果你对着个人的话 你对着个RM 如果你和它缩络了 多说多几句的话 是有机会拿到高一点的价格 但这个当然 这是时间成本 你去银行下去 和它谈谈 就视乎你那个时间 就不就好 提提大家 每个计划都有它特定的要求 记住看清楚条款细质 或者向银行问清楚 才做决定 资讯栏有持续更新的文字版 按下连结 就可以看到更多 定期存款优惠的资讯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你 innocence 姐姐 咱们的工作 你的书尸 很便宜 分享 我